康同学会由以下商家联合赞助 Megamax精纯风胶系列产品天然成分 有助增强身体抵抗力 大家乐窗帘不宜有限公司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 电话815381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听收看健康同学会 我是David 郑敬伟 非常高兴星期四的晚上 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 那一直以来呢 很多朋友都最担心的是血压高 那血压高呢 让心血管疾病的元凶 算是三大原因之一 但是呢 还有很多人呢 倒有血压低的问题 那到底血压低 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在今天节目当中 非常高兴邀请到 吴大浩吴医生啊 跟我们来谈谈低血压 吴医生你好 David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非常欢迎吴医生啊 那我想在访问之前 我们特别介绍 今天邀请的嘉宾啊 吴大浩吴医生 那吴医生本身是 这个吴医生医疗中心的 这个主任医生啊 同时也是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的学士 那并在奥克兰大学医学院呢 儿科跟分子医学 取得博士学位 那同时也是这个 皇家新西兰全科医师院的院士 也是新西兰亚裔健康基金会的 副主席啊 那我想大家对吴医生非常熟悉 但是今天更高兴是能够邀请吴医生啊 来节目当中 跟我们谈谈低血压 对不对 吴医生我们这个 都平常讲最多是高血压 对 这个节目五年了 第一次讲低血压啊 低血压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对 低血压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确实我们一直讲高血压 高血压 对啊 但是呢 在那个我们平时看病当中 或者日常生活当中 也经常听到会有些人说 血压很低 低血压 所以这好不好呢 那我们可以仔细的聊一下 是 所以这个造成低血压的原因呢 比如说怎么会造成有低血压 像高血压可能是太胖了 血脂高了 血管那个 那低血压呢 低血压也是有一些原因的 有些人的话 对很多人来说 他的血压一直就比较低 比如说年轻人或者女性 他们血压平时就比较低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低血压的时候呢 也可以看看他是有 是有没有症状的 是 有时候有些人是有症状 有些人是没有症状 是 然后呢 从他那个起因来说的话呢 比如说过程来说 他是比较急性的 对 低血压的 还是长期的 比较慢性的低血压 是 所以低血压有一个定义在这里 对 这个低血压的话呢 就是一般你两血压的话 就是上面的收缩压小于90 下面的疏脏压小于60 就有一个标准 那我们一般 高血压的定义呢 高血压是 现在大概是 就上面大于130 下面大于80 低血压呢 低血压就是小于90 60 这样子 就算低血压 对 一般的定义就是低血压 是 好 那当然讲到这个 如果我们检查出来血压低了 那该怎么办 要去找医生了 对 首先呢 就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你自己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说 像这血压低 你是什么 有没有自己 有没有不舒服 有没有什么症状 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有时候因为血压嘛 血压就是蛮重要的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血 那就通过循环系统 就是心脏 就是一个蹦 把那个血压蹦 蹦到那个 打到全身去 对 如果你血压比较低的话呢 有时候这个血压 就被都能打到脑子里去 脑子最高的位置 就是最重要的位置 所以你如果就要血压 有时候可能打不上去 打不上去以后呢 就是造成脑子工学一点不足 这时候呢 可能就会头昏 很常见 低血压很常见的一个症状是头昏 头昏 就像我们蹲了很久 突然站起来 有时候那种感觉 是不是那样 对 这个就有点体位性的体血 体位性的体血 所以有的时候 这样子这种感觉 对的 就是它这个血一下子 供应不足的话 那你就会头昏 还有眼花 就是眼睛也花了 看东西看不清楚 对 然后呢 有时候还会 那个就是站立不稳 你站在那里 好像觉得就是摇摆不定 有点不稳 我常常就觉得 好像晕眩晕眩 一直晕 好 那我想问 譬如说血压低 会有这个头晕啊什么 对我们的身体的器官 有没有影响 对 血压我们要看情况 如果是你比较平时 比较健康的 你也没有什么症状的话 实际上低血压 有的时候 就是说对你这个 如果血压低的话 对你这个心脏和脑子 这个损害是比较少一点 相对来说 就是高血压 对你的心脏 内脂 内脏 心脏 肾脏和脑子 这些这个 这个作用比较大 你高血压的人 会受比较受的影响 伤害反而大 低血压 低血压 相对来说少一点 破坏那个 那些心血管 器官的功能要好 要少一点 比较少一点 对吧 那那反过来讲 好像还蛮好的 那低血压 常瘦了 那会不会 有没有在研究 就是说高血压的话 高血压大家知道 反过来说 高血压的话 容易引起 比方说心脏病 对吧 如果引起肾功能 中风 容易中风 这些的话是影响寿命 对你这个身体 的时候有伤害 所以我倒没看到过 是不是低血压 但一定会活得长一点 我倒没看到 这个具体的数据 但是我觉得 相对来说 我们还是 我觉得最主要 还是应该就是 把血压控制 比较正常的范围 比较正常的范围 也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还有这个胖跟瘦 跟这个低血压 有没有关系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瘦的人血压 容易低一点 瘦的人 一般来说 对 胖的人相对来说 血压高一些 男性女性呢 女性的话呢 血压是比男性 要低一点 女性正常都 女性比男性 正常女性 比男性低一些 那族裔呢 族裔差别 好像不是太大 并不明显 对 差不多 OK 那我想问一下 很多女性朋友说 到了冬天 这个手脚冰冷 她怎么穿袜子 她怎么保暖 她觉得手脚 还是寒 冰冰的 那这跟低血压有关 低血压有可能 是一个原因之一 就前面讲到 就是她那个心脏是 蹦血 像个蹦一样 这个 她要把那个血 要传到全身去的 有时候血压过低的话呢 她的手脚 这个比较这个远的地方 它可能就会 供血有些不足 它也会有些凉 可是这个长期 譬如说你 末梢都血液循环不好 对那个 但是这个总体上来说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这个还是比较轻的 比较轻的 它说就是一些 手脚给发凉 其他对它这个功能 什么都没有什么太大损害 低血压你刚刚讲除了头晕嘛 对 这个手脚冰冷 还会有什么没有 低血压如果是比较厉害的话 有些是比较急性的话 是 那是有时候会生成那个 晕厉 就会晕过去 就晕过去 甚至非常厉害的话 就会生成引起会休克 是 那是急性比较重的情况下 对 所以低血压的症状 我们刚刚看到有 头晕 疲劳 对 就是冷静的疲劳 对 势力模糊 战力不稳 晕厥 休克 对 它那个视力模糊是 一直看不清楚 还是一阵好一阵坏 一阵好一阵坏 不计应该一阵好一阵坏 这个就比较多一点 因为有时候工学 有时候不稳定 有时候好一点 有时候坏一点 它工学正常了 它就视力就清楚了 如果血压一低 你又看不清楚 血压低的话 短暂的时间里面 就会觉得视力 就会有点 眼睛比较花 看不清楚 它不是一直看不清楚 它就好好坏坏 好好坏 有点好好坏坏 所以这些都是 在外在的症状上 会很明显的体现出来 是 那我还想问一下 年龄跟这个血压 有没有关系 对 年龄来段 翻来说的话 我们从总体上来说 从人群当中来说 年轻人血压是 相对来说 可能会低一点 是 低或者正常一些 就是随着我们 年龄增大的话 血压逐渐会增高 不过等会儿 我们也可以讲到 老年人当中 老年人有时候 也会出现低血压 它的原因是 它的原因的话 往往是 还有些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 老年人很多高血压的人 他会吃高血压的药物 吃太多了 有些药物 降太凶了 对 有些药物 比较容易引起低血压 尤其是稍微过量年的话 就会引起低血压 所以他跟医生不断地去讨论这个症状 对 所以我们经常是要去做一些调节的 对 根据病人的症状 跟他血压情况做一些调节的 现在是一般慢性病患 大概多久一定要回诊到加一一次 我们希望就是说 就是说长期的 有些高血压的病人 心脏病人 其他一些病人 一般来说 至少三个月是应该看一下加一 就只有回诊 回去看一下 虽然拿药吃 但是每三个月要回诊一次 希望差不多三个月要回诊一次 可以跟医生吵了 所以至少三个月就是要来量个血压 看看血压情况怎么样 对 那我还想顺便 既然讲到这个 我想问一下 像高血压 对吧 我们说这个人高血压高血压 好吃药 他会不会经过一段时间 比如说他的饮食 生活 运动 他的血压在慢慢下降 那他还是吃那么剂量的药 对不对 对 是不是就把他血压给跟着压下去 这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这是有这个可能的 对 这是有这个可能 就是说我们一般通过运动 锻炼身体 可以把血压就是降下来 但是慢慢的降 慢慢降下来 对 尤其是那些 如果你盐分吃得少一点 是吧 受到注意运动锻炼 控制体重 减轻体重 血压会有点降下来 所以这时候呢 就是和那个药物要配合起来 就是药物 所以我们以时候 尽量看那些高血压的病人也是的 看看胖子 他那个吃药的话 不要太过量 就是 一方面也不要不足 也不要过量 就是要控制正好的范围 对 因为有了血压高之后 很多人生活就比较 更节制嘛 吃东西也吃得清淡 在那种 又用药 然后多重因素的交叉下 他血压就应该会下来 有时候会下来 所以你们医生也会观察 然后在回诊的时候给他减量 对 给他减量 适当的 看适当的减量 对 如果 有时候还有季节性 还有季节性 冬天 血压 血压还有季节性 冬天是血压高 冬天相对来说 因为血管比较收缩 所以压力会 绝大多数人 在冬天的时候 血压会高一点 会高一点 到了夏天 就是说 那个环境温度 比较高一点 血管扩张 疏张一点 扩张一点 所以血压会低一点 所以有些很有经验的 都知道 比如说他冬天的时候 血压要多吃一点 到那个夏天的时候 他血压就稍微降 但是还是要跟医生讨论 比较安全一点 对 不能说夏天一颗 冬天两颗 这个标准太抽象了 不能这样 不能完全到这个了 不能这样 就是说你还有两颗 根据血压的那个值 还跟医生商量 大家互相合作 我想医生可能评估的 更多他的年龄 其他的慢性病症的 对 那些综合考虑 对 根据血压 要是你有没有糖尿病 你有没有心脏病 过往有没有中风 你的身脏功能怎么样 这个都要 结合起来考虑 对 那所以换句话讲 还有一个你说 天冷血压上升得快 那像现在早晚很凉 像现在外面温度就很低 那如果这个 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人 他现在到外面去的话 要小心 对 血管收缩 是啊 其实他像这种情况 注意身上保暖的 对 像他出去的话 一定要注意保暖 否则当那方面 他本来身体也会不舒服 如果是在 就是说在冷的环境当中 时间长的话 血压会高一些 所以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人 尤其那个血管 可能不像年轻时候 那么有弹性 对不对 你血压快速的升降 对 这种一般人都会有 在这种 随着温度变化 血压会变化 一般都会 但是年纪大的人 他调节差了一点以后 他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一点 所以他的控制力 没有年轻人好 对 那年轻人 如果有高血压的时候 年轻人有低血压 跟同样的老人家 有低血压 哪一个明显 会比较明显 年纪大的人 年纪大的人的话 他的症状可能会更加明显一点 就是不舒服 头晕 会症状 年轻人那种会有一个调整的能力吗 年轻人的话调节能力比较强 所以他血管的弹性比较好 确认的血管神经上面控制比较好一点 相对来说 这个年轻人症状会轻一些 就算血压低 血压高 都还可以OK cover住 但年纪大就不行了 对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在这个低血压要注意到 那我们当然讲这个 回头还想问医生了 这个如果今天有朋友发现自己有低血压 来找你 那你一般都会怎么 一般我就会问问 就是说首先就是你多少时间 有多少 这个低血压有多久了 假如说你一直说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是血压都比较低的 然后呢 这个就比较长期一点的 慢性一点 有些人说平时血压都挺好 最近血压下降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当心 对 有些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 另外的话呢 对我还会问他有没有症状 有没有症状 就是说你如果有症状的话呢 就是说问问他 一般有些原因在那里 很多人的话呢 尤其是年轻一点的话 一些女性 年轻的话 他往往是血压是比较低 就九十六十这个上下 但是呢 他很多年了一直这样子的 对他也没有什么症状 这个呢 我们现在就叫做生理性 就是说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原因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这个 如果你长期的一点低血压 但是你没有明显的症状 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对就是没有症状 那一般这个有分有症状跟没症状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有症状的话 可能甚至还考虑到他这个什么 帕金森症也会 对 对 就是有症状的话 贫血啊 有些身上腺素蜂蜜不足啊 帕金森症病也会 帕金森症病的话呢 他会影响到这个 刚才血管的那个 一种调节 哦 就是神经的调节 神经的调节 所以呢 他这个调节会上失 功能就差 上失 所以呢 这些人都会讲到 他特别容易得一个就是体胃性低血压 哦 体胃性低血压 他就是容易体胃性低血压 所以低血压分 在慢性上面分 无症状跟有症状 对 两大类 对 对怀孕的妇女来说 怀孕的时候血压都会更下降一点 怀孕会下降 对 OK 怀孕一般都会 就是怀孕的时候还会 就一句早期会下降一些 所以这也是正常 很多如果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 如果你没有什么症状的话 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 我知道你都如果跟 midwife跟那些住产室 他们会不断的每次去 都会追踪这血压的 就是说他往往早期是低血压 但是有些人 他到了怀孕中期和晚期的时候呢 他会血压会慢慢升高 就恢复 那叫正常吗 有时候 也可以说 就恢复到 原来比较正常的位置 但主要的话呢 就是担心的话呢 这些有些人就会 愣身高血压的 他到晚中晚期和血压 就慢慢就更高了 这是有危险的 认诚高血压 也是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 体重增加 这背景有很多 多种因素 不一定 跟体重 还不一定是主要的方面 跟他那个胎盘的功能啊 或者那些东西都有关系 因为孕妇好像是 最后几个月 体重增加的最快 对对对 但是 如果你绝大多数人 那背一定会有 愣身高血压 就是有一小部分人 我还想问一下 如果真的孕妇怀孕 有这个 认诚高血压 那需要吃药去控制它吗 需要吃药去控制它 那会不会有影响 应该对背 这个当然比较 要比较 那个慎重的 对 取药很慎重 要选那个 对 也有一些药 就是觉得好多的情况下 经常是好多高血压药 都不能用的 怀孕期间 它只有一两个药是可以用的 但是就是说 如果孕妇血压 实在太高也危险 对 像这种情况下 一般都要转接到 那个专科医生那去 去用药 都要控制 那另外生理期的时候 女性也会有这种 低血压 低血压 头晕呢 这也有一些可能 因为她有生理期的话 再加上出血的话 她出血量比较大的话 那可能会 她本来血压就低 可能还可以扛得住 那生理期她就可能 就晕眩了 头晕 头晕的比较厉害 这个是低血压的 这个慢性原因 另外还有就是急性 对 刚才我讲的 就是说 你如果比较急的起因的话 往往很多人 我们就看看 有没有 比方说 尤其老人家 有没有吃个胶压药 胶压药剂量对不对 有没有吃的 是不是符合要求 如果胶压药过量的话 才会造成低血压 会头晕 好吧 其他的话 实际上你 一般的环境 前面讲到热的环境中 血压是比较会 偏低一点 但是有些人 如果你洗澡的时间比较长 炮桑拿 炮桑拿 炮SPA 如果你的时间太长了 时间过长了 或者甚至有的时候 像冬天 比如说晒晒太阳可以 但是你晒的时间太长了 或是到那个 回到我们园居地 那很热的 三十几度 如果时间 作为你的环境温度 如果太高 环境温度高 你这种热的环境当中 时间比较长的话 那么你的血压也会下降 大量出汗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 就还加上出汗 对了 出汗 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再出汗的话 就是一点脱水了 脱水的话 就更加会容易滴血 是 所以这个会造成 甚至休克 那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对 这个都是会有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 换句话讲 我们随着年纪 尽量不要在那个 变换温度环境当中 不要太剧烈 是的 对不对 还有老人家 可能有时候洗澡 或者你常拿 SPA那时候 不能时间太长 有时起来要休息一下 泡澡 泡澡时间不能太长 所以就最好淋浴 温水淋浴 对 你泡澡可以 可以泡澡 也可以SPA 也可以上拿 都可以 但是说你这时间 五分钟 三分钟 时间不要太长 如果觉得不太对 有点头晕了 那就说明血压 可能有点低 就立刻离开 就肯定要离开 对 是 这个都是要在 低血压的情况下 必须注意到的事情 我相信呢 这个 刚刚跟那个 吴医生一讲之后呢 大家都有更多的了解 不过讲到这里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稍多休息 待会儿继续 健康同学会 我们一会儿 各位听众各个观众 您好 欢迎回到健康同学会的第二段 我是David 郑金伟 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高兴 邀请到吴大号 吴医生啊 跟我们谈的是关于低血压 那当然血压低呢 到底对身体的好坏啊 有多大的影响啊 刚刚吴医生已经跟我们慢慢到来 那但我想继续请教吴医生啊 那低血压一般在治疗当中啊 呃 医生会去用药吗 对 先要先要 先要用药 对 首先是分析原因 分析原因 分析一下 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啊 实际上对低血压来说啊 是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不用用药的 不需要用药 不需要用药 OK 而且实际上说起来 我们药也很少 我们降血压的 药很多 降血压要好多家族 好多好多药 降血压 但是真正的生血压的药 只有一个到两个 对 就是我们非常 就是症状很明显的话 比如说他晕眩到不行 血压很低 对 往往还是老年人多 嗯 老年人如果是血压低 如果等会 尤其是一站起来就晕了 这个血压低的 这些人要用一些药的 哦 就免得他万一 在外面晕倒很危险了 对 所以我们保持血压比较稳定 OK 对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这个血压低 我们找到原因 找到原因来治疗 哦 他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么多原因 对 造成低血压嘛 对 对不对 所以不一定是 完全是用药 哦 要找出原因 还有就如果你长期来说 血压这有点低 但是你这个 对你这个 也没什么症状 你其他生活 没什么影响的 也可以不用药 OK 好 那我想再来请教您一下 就是关于体位性低血压 对 他这个 这个体位性 是不是刚刚我们讲说 蹲到那里突然站起来 对 或者是坐在椅子上 突然站起来 对 所以这种体位性低血压 就讲起来 对老年人的时候 更加明显一点 他有时候不用那么 那么明显体位改变 甚至他有时候 比方说 从坐的时候 躺在床上的时候 坐起来 甚至或者在 坐起来的时候 站起来 就这么一个动作 就晕了 就容易晕了 所以反而要年纪越大的朋友 就是早上起床要慢 要慢一点 对 万一跌倒就危险 甚至有的时候 甚至半夜里面起夜的话 都要慢一点 因为本来 这个晚上血压就比较偏低一点 睡觉的时候偏低一点 如果你要上厕所 就可能分段 分段 可能要动作慢一点 先躺着 先慢慢坐起来 坐起来和再站起来 坐一会儿 然后再站起来 对 站起来就过一会儿 再开始慢慢走 所以这个动作比较慢 因为晚上有说 卧室都比较暗 对不对 然后如果加上你血压又低 对 你又晕眩 就很容易摔跤 就碰摔跤 太危险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到 对不对 保暖 尤其现在早晚 这个温度很低 那卧室的温度 如果能够控制在一个 比较温暖的环境 对于这个血压高 或低的人来讲 是不是都比较好 对 如果你家里的温度 就保持比较稳定的 那是比较好的 一般来说在20度到23度左右 一般来说比较好 就是最好 尤其睡眠时候 睡眠时候 那个温度不要太冷 不要太冷 对不对 一般天要亮的时候 那温度特别低嘛 对不对 如果现在可以的话 就尽量要 在卧室要有保暖一点 对不对 应该是 对 应该是 对 因为年轻人可以不要 没关系 年轻人要磨练 对不对 年纪有一点的要保养 对不对 要保养一下 是 所以你说大概20多度 是蛮好的 对 温度 对 那就对血管的 不管你血压高的人 或低的人 对所以他血管的话 就不要经历 那么的明显的变化了 收缩 一会儿又放松 这样 这就危险 OK 所以这很重要 那我看有些年纪 大家朋友喜欢戴帽子 戴帽子 戴帽子可以 冬天的话戴帽子可以 他也是对血管的一种 他是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脑袋这个上面 头上面 这个有时候容易吹到风 是吧 也容易这个 确实温度比较 那个 有时候温度比较低一点 吹了以后 脑血管会收缩 脑血管会收缩 收缩以后你会头痛 所以他会收缩的话 也会供血不足 所以他跟前面我们讲 那个就是意义不太 不是完全一样 他是因为冷得收缩 他是因为冷得收缩以后 造成供血不足 对 还有那句话 你如果过热的情况下 过热的情况下 血管扩张太多了 但那血管 那个血也打不上去 也会造成头疑 也不好 那为什么有些人说 太冷的时候 他冷到那个头会痛啊 是血管收缩的太厉害了 这应该估计是 血管收缩的比较厉害 太厉害收缩了 对 所以他那个就等于 在那种情况下头痛 但温暖了以后 他就缓解 对 血管放松了 对 就缓解开了 对 所以千万记住就是 这种天气变患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 保持一个恒温 保持一个比较适当的温度 就是说就刚好在那 你不要突然那么明显 忽冷忽热 对低血压高血压都不好 尤其是在低位性的血压 要站的时候 更要三步取慢动作 对 动作要慢一点 是 是 要比较缓慢一点 不急 是 那带来讲 那个低血压的预防跟治疗 这个 吴医生能不能跟我们 分享一下 稍微过来一点 对 你看可以 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 你有低血压的话 你可以找家庭医生谈一谈 好吧 我们会分析一下 到底你的原因是什么 是 如果有原因的话 尽量纠正原因 比方说 刚才药物啊 是吧 比方说那个 如果查查你有这个 体位性低血压的 也可以给你帮你判断 是吧 给你要注意这个 就是你 你站立起来 就不要太 就不要太快 要不要动作慢一点 是 我们一般主张 如果有低血压的话呢 偏低的话呢 是要足够饮水的 就是每天喝足够的水的 冬天很多人都没有运动 不流汗 都觉得 不想喝水 但是每天还要 就是说一定的水分 需要 还是需要 除非你有心脏功能不好 或者一些其他疾病的话 否则的话 一般每天都应该 有足够的 因为有一些 女性朋友曾经我听过 他们说法是 喝水喝多 不方便 有时候要去找厕所 什么 同事总觉得 不渴就不喝 有没有这个逻辑 说我不渴 我先不喝呢 总体上来说 当然你可 反过来说 渴了当然要喝 但是一般来说 对于 我觉得对一个成年人来说 一般菜单还是要 一般是六杯水 八杯水 还是需要 一杯大概有 一杯大概200到250毫升 那叫1000多细细的水分 1500毫升到200毫升 那其实最重要是能够让 我们身体的那个代谢 代谢 对 是 保持个器官的正常功能 如果肾脏 一直没有水分代谢 对肾脏也不好 肾脏有影响 直接影响 肾功能 如果肾脏 肾脏如果水分不够的话 它会造成它 那个肾功能会减退 如果急性的话 比方说有些人 急性的 比方说上吐下泻 拉肚子 那个东西 它急性失血的话 肾脏功能会 急性的会衰竭 厉害的话 可能将来的肾脏要洗肾 要脱水的 如果摔前 也没有 严重的情况下 严重的情况下 对 所以这喝适当的饮水 是一定要 对 哪怕天冷 不渴 还是要喝 对 对不对 为了代谢嘛 对 不要怕麻烦 这是足够饮水 对 就是你如果是这个血压 一直比较偏低的 一直偏低的话 可以适当增加盐分 吃咸一点 稍微咸一点 因为以前高血压 只有吃淡 对 所以我们什么东西 都要掌握一个分寸 分寸更好 对 就是说你如果是 尤其适合一些年纪轻的 年轻人 女性 她如果血压一直有点低 所以你每天足够的喝水 或者水里面 可以适当的加点盐 对 对身体都好 对 对不对 还有尤其是运动以后 你要足够饮水 甚至于现在那些运动饮料里面 都含一点点盐分在里面 就稍稍补充一下 补充一点水 补充点盐分 是 这个是盐分的要补充 反正要补充 对 是 还有呢就是 前面讲到就是 你站起来的时候 不要太快快 就是三步曲 一躺一窝 动作慢一点 慢动作 快了以后 你这个就容易 这个就是 工学不足 就头昏 不需要 适当的运动还是需要 大概可以 什么运动 不适合呢 如果血压低的人 大概不适合什么运动 那就是 那还是像比如说 像下蹲起立 这种体位变化 比较明显 如果你那个 很剧烈运动的时候 会头晕 马上停了 对 像一般的运动 跑跑步啊 骑机车啊 小级游泳啊 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能够 那个感觉到 没有不舒服 对 这是一个标准 适量的运动 它对那个 提升血压有帮助吗 适量的运动的话 它对改善心脏的功能有帮助 让那个bump的力量更大 心脏笨的功能更好一点 笨往外打得更有力量 对 维持它这个心脏的功能 所以这对它这个 刺激心脏 对 可以减少这个低血压的情况 反过来讲 它是为了运动 刺激心脏 对 它就让这个心脏 更加强壮一点 强壮功能更好一些 打出去的血压就高一点 你适量的喝一点 咖啡和茶也是可以 就是咖啡和茶里面是有一些咖啡因的 咖啡因是可以就是增加那个血压的 它血管收缩 它可以对 增加血管收缩一些 对 所以呢 它就可以那个 让如果血压比较低的话 喝一点是可以的 所以茶跟咖啡可以喝 如果这个前面讲生压药 生压药实际上是最后的 就是你症状比较明显的 已经是 经常容易摔倒的 血压低容易摔倒的 那个血压 那个尤其体位不稳定 站起来就要摔倒 那比较明显的 那还非吃咖 对 绝大多数人是不需要 但是如果有血压低 还是跟你的加益要去讨论一下 对 讨论一下 对 我们实际上有时候还要咽一下血 看看 前面我们讲到 那时候贫血啊 也会的 肾脏性功能啊 甲状性功能啊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查一下 对对对 曾经我还听过有那种叫做 什么大肠溃疡啊 他失血 他检查都没想到 他的大肠是有溃疡 造成失血 对 但有些人 还有一些女性也会 他有时候 他生理疾血也多 他有时候时间长了 他也不觉得 其实他长期有些贫血 但其实他 他比一般的多 他补充没回来 他没补充回来的话 那就也会造成 最大造成贫血 所以像这个低血压的人 他需不需要吃一点 像我们华人过去传统 说怎么吃些猪肝呢 有铁啊 什么补血啊 需要吗 总体上来 就是说没有一个 就这些方法不能说 就是吃下去 马上就血压就会升高 但是作为辅助的治疗 我觉得还是可以 营养要够了 因为现在女性都 可能这个注意到身材啊 对于食物的摄取 都特别的这个谨慎 那反而可能营养就不均衡了 对了 营养不好 对 这是很重要一点 对 营养如果不好的话 也会血压偏低 就是减肥的人都会血压低 因为就是身体不好 就是身体本身就不好 造成那个营养不良 或者有时候 对 你如果是采取能减肥 那些疗法 对 减肥的话太剧烈了 也不行 也会血压低 也会对身体不好 是 好 那我想讲到这里呢 时间的关系 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呢 开放电话热线 095712936 各位如果有任何血压方面的问题呢 吴医生今天在现场回答您 我们一会儿见哦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健康同学会第三段 我是David正经纬 那这段时间呢 我们开放电话热线 095712936 欢迎各位啊 如果有任何血压方面的问题呢 可以拨打电话 今天吴医生啊 在现场回答您的问题 那在继续接电话之前 我想问一下吴医生啊 最近在国内啊 出现了一些疫苗风波啊 对 那我们这个当时几天前啊 中华电视网 我们在公众微信号 发了一个关于这个打疫苗 补打疫苗的新闻啊 这个点击量这个 哇吓死人了 都突然变成那个六七万点击量啊 这个这个理论上来讲 现在是真的在国内的孩子 如果来到这里 可以补打吗 呃 对 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政府刚刚宣布了这个消息 所以大家可能都非常关心 是的 这个就是说 因为在国内的话 他有一批次的这个 百百破疫苗 是 因为不符合规定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些小孩子可能他们 他如果接种这些疫苗的话呢 可能就是没有效 就是目前好像看来就是说 这些就是疫苗只是不合格 就是没有产生效力 倒是没有说产生什么坏的影响 是 所以呢 现在呢就是说 政府的定了这个这个规定的话呢 就是说 对小孩子我的记录就是说 如果是三个月 到这个两岁期间 你小孩 如果是在这个河北 或者山东 重庆这些地方 如果你打了这些百百破疫苗的话呢 你这疫苗可能 就不是太好 就是 所以呢 你要跟家庭医生联系 要去补打这个疫苗 是 就曾经打过的 打过的 但是你担忧 担心 对 这个原来打的疫苗 就是那几个省份的话 特别可能是那个 就是说受影响 受影响 对 所以你如果有担心的话 都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 或家庭医生护士都谈一下 如果这样子的话 万一当初在国内 打的那个是有效的 对 那来这里如果再打一针 那会不会不好啊 对孩子 不会不好 不会不好 对 这个针的话对 就是你多打一针 哪怕原来是有效的 你现在多打一针 倒不会有什么坏处 对不起 是 所以没关系 不要担心 对 但是家长一定带着孩子 如果可以去跟家庭 讨论一下 如果家庭评估 说OK可以 就免费打一针 对 免费打一针 对 这个最重要 因为我想对孩子来讲 这个疫苗既然已经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在这里 那现在卫生部也宣布了嘛 对 对不对 会特别打 对 那你们所有的家医都有被通知到吗 我们接到通知 对 所以你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 就可以到家庭医生诊所来 打针 白白破 对不对 疫苗 那另外来讲 今年的这个 还有什么疫苗 这些孩子们要打的 对 就是说今年关于疫苗 对小孩子来说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 就是说那个 就BCG疫苗 BCG叫卡戒苗 卡戒苗 对 这个疫苗的话 用来预防肺结核的 用来肺结核 如果这个疫苗的话 以前没有吗 以前有的 但是过去的两年 两年多左右时间里面 因为这个疫苗缺货了 没有 新的疫苗没有生产出来 所以这些小孩子 过去这个两年多的时间 出生小孩 可能就没有被接踵到 哦 要补打 对 所以呢 当然这个疫苗不一样 这个BCG 这个卡戒苗疫苗 不是在家庭医生这里打的 是在这个 公共 公共卫生部门打的 一般是在那个 一般是在 Green Lane Hospital 特别的地方打 他们那里打 他们专门来打的 好 所以你可以到他那个网站上 查一下 查一下 然后呢 在他们登记注册一下 所以他们应该会联系你回答 好的 或者是 去嘉音那里问一下也可以吗 看带孩子去打那个 白白破的时候 最便问一下嘉音 问一下也行 对对对对 让我们接听电话 来 这个朋友您好 喂你好 我想问一下 努医生 是 是那个 打那个疫苗 是 出生以后 打那个白白破 包括乙肝 就是在这边打的那些 常规的疫苗 打过两次以后 是不是就应该就说很有效了 对 谢谢这位观众的问题 那您先收线 我请吴医生回答好吗 这个每个疫苗什么时候打 在打多少针 国家有规定 这些规定都是根据 疫苗的效率算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光打两针 我现在具体不清楚 就是说我印象当中 乙肝要打三针的 其他白白铺要三针 甚至在11岁的时候 还要再加强 所以又要三到四针左右 所以我觉得 应该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 诊所的医生或者护士谈谈 一定要根据国家的规定来打 但总是安全 对 你不能缺针的 少打会不够 效果会有影响 多打一针可能对身体没什么坏处 就多打一针 但是你少打是不够的 就是我们希望你有足够的效率 而且要足够延长 抵抗力 对 抵抗力延长足够的时间 对 因为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他不像成人 他抵抗力没有那么好 对 小时候又只要当心 对不对 所以特别要注意到 所以就是说 总结下来就是说 我们不能自己规定 自己决定打多少针 我们一定要根据 这个国家的规定 这个规定都是 那个研究算出来的 算出来的结果 好 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这位朋友你好 喂 你好 来 您在线上请说 我想请教一下医生 就是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那个HPV疫苗的 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 就是已经就是说 过了就是说 国家规定的这个年纪 26岁 然后我现在就是说 想请教一下医生 就是如果说 就是说我们自己去打的话 就是说 这个还会不会有效果 然后值不值得打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那个最近呢 我发现自己可能血压有一些高 然后就是在140左右 140 80 然后我想问一下医生 就这种情况 就是说怎么样比较好 首先他算不算 真的是高血压 然后呢 就是说第二个呢 就是说怎么做比较好 就是需要吃药啊之类的 好吗 好 谢谢您的问题 好 谢谢 我稍微插一句吧 您大概是什么年龄段 我是30岁 对 30岁 好的 谢谢 吴医生可以了 可以 您收线 我请吴医生回答 好的 谢谢这位朋友 来吴医生请 对 好 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HPV 就是用来预防公颈癌的 公颈癌的 对 所以国家规定的话呢 是26岁以下 是给免费打的 是 对 所以你如果过了这个年龄的话呢 你想打是可以的 担心 比如说 对 我们一般 实际上年龄没有上限 什么年龄都可以 就是上限年龄没有 就是说 但是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 叫自费 一般 26岁以上要自费 但是你愿意 你四几岁了 哪怕50多岁了 你想打都可以 自费大概多少钱 自费一般是在这个200块钱一针 200块一针 200纽币啊 就是总共这个针呢 是要打三针的 OK 要打三针 好 再补充一句 这个疫苗目前也是缺货 因为打的能比较多 前一阵子 可能我们听说是要在 9月份 10月份可能会来 新货会到 新货会到 很快嘛 目前这个诊所 没有这个疫苗 所以要跟加一先预约 对 要打之前要预约 可以跟他讲一讲 对不对 这是公顷疫苗 对 加来血压 第二个问题 对加来血压的问题 所以我也问一下 你的年龄段 是吗 就是说 你这个血压 刚才讲的是14080 对 我们以前的话呢 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是14090 目前来说 就最近一两年 把它降下来了 就是13080 就是说13080以上 上压超过130 或者下压超过80 都算是高血压 那他现在降的原因 是因为 就希望大家 更加重视这个血压的问题 控制更好 将来减少 这个得心血管基金 好 他30岁 血压140 低血压80 对 那虽然我们没看到 本人 你给他什么建议 对 我估计这个 还有本人可能30多岁 可能身体肿的来说 可能还可以 对我的建议呢 是这样子的 你要你要 第一条呢 我们定义高血压 或者低血压 不是一次两次 比如说三次四次 过一段时间 最近睡眠不够啦 什么压力太大啦 也会高嘛 也会高 对 所以呢 把这些应酬平衡一下 比如说 在三个月到六个月时间 像他还比较年轻 才30多岁 血压这140 就是刚刚过一点 也不是过太高 他需不需要去买个血压剂 每天在家里量一量量一量 这个呢 现在我刚才看一些资料 是美国的心脏学会 还是推荐的 需要 对 家里可以自己买一个 那个 就是药房里 可以买一个 电子血压剂 买个这样比较好一点 电子血压剂 自己量一下也是可以的 做个记录 做个记录 对 大概知道你自己血压的变化 可以段时间的变化 对 你这样来看病的时候 可以跟医生谈一样 我可以带去给医生看吗 可以医生看 对 会把你自己记录下的数据 我的记录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记录给医生说 对 你看我医生血压最近 怎么怎么样 对 那对医生判断有帮助 对 所以回到你刚才问题的话 100 如果就是在 始终在140 80的话 我们也算是叫 临界性高血压 临界性 就边缘 边缘 对 我们也时候 我们并不是 就是看到这数字 一定要给你开始要吃药 还不要 我们一般是要跟你 就根据总体上来看 比如说你的年龄啊 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啊 你的家族是怎么样 综合医生来考虑 所以对我对 如果你其他都还好的话 我对你的建议应该还是 一个多几次 多两几次 是吧 还有呢就是你在这个生活方式上 做一些改变 吃的清淡 吃的清淡 你不要太咸 对 高血压不要太咸 运动 对 吃的运动 控制体重 从这些方面来努力 是 对 好 那电话很多嘛 先我们一一来接 来 断了 这位朋友你好 下一位 喂 喂 来 你请提问 哦 这位老师跟吴医生啊 你们好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因为我今年80岁了 是 我已经有那个血压高的就高 低的就低 对 原来呢 早几年低压还有50多一点 但是最近早几个月就失过48 47 现在我呢就是到处扑倒 高压呢就好一点 低压呢就有50以上一点 但是高压呢 现在我吃了那个楼沙挺 加那个H头的那个那个降压药呢 就变了140几150几有时候 我再想问一下吴医生这个情况怎么办 好 好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 您收线我请吴医生回答 对 这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老人家的话呢 他有个血压有个特点的 就是他的脉压差比较大 就是他的上压和下压之间的差别比较大 是 有一些原因的 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说他年纪大了以后 像刚才刚刚跟这位听众 他也是80岁了 对 年纪大了 他这个血管弹性会差一些 血管弹性的一方面就是有动脉硬化 这个造成的 另一方面就是神经的控制 也差一些 所以呢 他容易造成那个就是脉压差比较大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要跟 也是跟家庭医生要分析的 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你这个 我们当然希望你把收缩压降下来一点 如果在140 150上面的话呢 还算偏高一点点 但是呢 我们也不希望低压太低 就下面的收缩压 刚才讲收缩压 对 他就好像收缩压讲的是50 对 我们不希望太低的 一般不希望这个收缩压 数胀压 就是下压 不希望低于55 所以呢 我觉得 你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谈一谈 把你的症状 都可以调整 看一下 就把血液调得比较 这个稳定 比较合理的范围里面 对 所以老年人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就是他脉压差比较大 OK 好来 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来 这位朋友您好 喂 来 您在线上请说 我有这么一个问题 今年不是六月份 打这个疫苗 打这个流感疫苗和带状包疹 这个疫苗 我这两个打了以后呢 往常流感疫苗没什么 还挺好的 但是呢 因为今年打的这个带状包疹 疫苗呢 结果 一星期以后 结果出现了 这个腰部啊 有很多红点点 红点点还痒 而且呢 脖子里头也有 再一个反应呢 就是 大便呢 哎呀 肠道就不蠕动了 那一天 那一天很难过 很难过 我请问吴大夫啊 呃 这个 老年人 还可以不可以打这个带状包疹疫苗 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 我身上出现的那个问题 是不是 副作用 或者是 过敏反应 好的 你现在都好了吗 症状 哎 都好了 症状 因为 我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我也属于老年人 年龄比较大的 嗯 你的 你的疹子 我再问一下 刚才你说打针以后出现了 肾上出现了疹子 是什么时候出现了 打针以后多久出现了 打针以后 就是因为 打了带 打针还是一个 我能听到还是一个星期左右 那打了针多久以后发出来 一个星期以后 一个星期以后 哎 好 那时间的关系 您先收线 我请吴医生回答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好 吴医生有请 我们一直都讲 疫苗嘛 也是相当一种药样 它也是有一些副作用 呃 比方说疫苗以后 绝大多数的打完疫苗以后 出现一些发烧啊 肌肉酸疼啊 一些症状 呃 说起来的话呢 呃 我们也这个好几个月了 打下来了 我们没有碰到明显的 这个副作用比较多的病人 不太多 所以他起点红疹子 起点红疹子 而且呢 绝大多数情况 如果是打完针以后 出现过敏的话 一般出现比较快 哦 一个礼拜的话 最快的话 也就是甚至打 如果不好的话 打下去 几个钟头就出来 甚至快的话 十几分钟都出来 哦 就会有反应啊 所以记得我们打完针以后 一般都叫希望大家 在诊所里坐一会儿 记得观察一下 有没有负责 能够反应 所以他说一个礼拜以后 有的时候可能几十分钟以后 一两小时以后 一天 他一个星期以后很难说 有没有直接关联 对 而且我这个 我们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我们诊所也打了 好几百个病人了 嗯 我们没有碰到明显的这种情况 是 65岁以上免费注射 带状泡疼疫苗 对 已经很多朋友打了 很多打了 OK 现在还没打的 65岁以上还没打的可以去打 还可以去打 对 是免费打的 对 所以没碰到那个情况 而且刚才你说了 影响肠蠕动 我觉得也不一定跟这个疫苗有关 嗯 对 绝大多数病人都没有跟我们反应 所以65岁以上尽量还是去打 对 还是要打 所以我 我的感觉好像 你那疹子或者肠蠕动的问题 呃 不一定跟那个疫苗有关 那么直接了 对 没那么直接 当然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 对 体质啊什么 对 所以可以去跟 也当然也是 还是鼓励大家打 因为带状泡疼如果发作 对年龄大的朋友来讲 是很危险 对 对不对 身体不好 对身体的状况 对 对不对 这因为还是有益的 有益 因为我听说会 这个带状泡疼如果发作的话 会潜伏在神经里面 很长一段时间 有那种疼痛感啊 什么 对 带状泡疼是 对 他带状泡疼 这个他一开始发疹子 受疹子 然后呢 都要一两个星期 会把他退了 退了以后呢 是疼痛感 可以持续 快的话要几个月 有的厉害的话 有几年可能 对 所以这个跟大家的加一 尽快联络 对 然后呢 争取时间啊 在最短的时间呢 各位如果65岁以上的朋友 可以免费施打 如果这个 已经不到65岁 如果你希望自费也可以吗 打自费的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希望各位呢 还是身体健康 活到100岁 今天非常谢谢 吴医生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接受我们的访问 同时也非常谢谢 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们就下周四啊 晚上同一时间 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